肉圓一顆一顆丟下鍋 炸得PQ油亮 等待的隊伍沒斷過 其他小吃店下午時間也是絡繹不絕 但是這裡卻是臺北市平均稅收最低區域 這裡是中正區的中情禮 也是臺北市最窮的一個禮 縱所稅的中位數只有三十五點八萬元 不過這裡位在知名的南機場夜市附近 是知名的聚落 因此店面行情也跌破大家眼鏡 夜市大門右側 這間被橘色帆布遮住的十三瓶小店面 今年在實價登陸上已高達三千七百萬元成交 換算每瓶單價高達兩百八十二萬元 創下區域新高 如果天氣是好的狀況下 這個夜市人是蠻多的 所以當然會有很多投資客過來這邊投資 但是我還是覺得價格開得有點太高了 其實真正成交也沒有那麼多 大家吃的都在這裡 所以會造成他的房價 尤其是店面的話會比較高一點 南機場公寓大多屋林 接近六十年 因為有都更為勞改建議題 近年成交單價站穩五字頭 甚至有部分含裝潢戶別 會有六字頭價位 算一算南機場公寓 總共多達兩千多戶 雖然年久失修 但依然保值 推測這次這個店面可以有這麼高的單價 除了他就位在這個南機場夜市入口處 那麼他有這個人潮比較容易匯集 以及廣告招牌效益比較佳的這樣子一個好處之外 未來也有萬大限會通過 所以普遍預期他未來在房價上面 還會有一個不錯的表現 即便是北市最窮理 居民結構年紀較高 但有熱門夜市光環加持 房市依然有價值 三立心宇宿李萌山台北報導